我整个人就郁闷了 后来我才知道 我那段时间得了抑郁症 我真的很累 谁能想到结婚期年的黄晓明和baby竟然也走到离婚这一步 他们是所有人看好的明星夫妻 黄晓明更是把baby当公主宠 当年结婚时为了给baby一个盛大的婚礼 黄晓明不惜花费上亿的资金 租结婚场馆 刚是为baby请来搬个娱乐圈的明星 祝福他们的婚事 可以说当时的baby是很幸福了 能遇到黄晓明这个大男男 多少女明星都非常羡慕baby 而也因为黄晓明baby声名缺起 成为一线女明星 各种电视剧和大言结得手软 不得不说baby的事业完全是靠黄晓明的成就 但怎聊他们也逃不出娱乐圈的离婚定律 在双方宣布离婚后 网友们纷纷替他们感到惋惜 毕竟他们之间还有一个几岁孩子 原本是幸福的一家三口 如今却分成两个家 这对孩子的伤害是很大了 在离婚后的两周后 黄晓明接受采访谈及baby 说出了与baby的离婚真相 表示和baby在一起谈累 所以才放弃这段婚姻 看后网友心疼表示 他不值得你付出 那么看完你觉得baby配得上黄晓明吗 欢迎留言评论